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喜欢别的臭屁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几乎如果你去问别人说 那你喜欢不喜欢臭屁的人 那大概我想绝大多数人就跟你讲说不喜欢 那如果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 这个大家的人之常情来讲的话 那你会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臭屁 很喜欢自我表现的人 那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你是基于一个劣势的 因为在做人处事上 其实你是不受欢迎的 对 那所以我们就常常想说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 就是说 觉得说自己的确可能有这个缺点的话 那就怎么来改 对不对 那我想第一很简单 那你如果自己心里面相信说 其实我们做人 就是应该要谦和谦逊的 因为我们讲说易经 这个384个 64个谷 380个谷里面 只有牵挂这个挂 是六个谷都是急的 换句话 我们中国人相信说 你牵就是可以带来 给你很多的好处 是所有的挂项里面 唯一六个谷都是急的一个挂项 那如果你相信这个 那我想你自己就应该知道说 那其实我们人生做人处事 应该要谦和 那如果你不相信说 说谦和就是理所当然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了 那今天那我们就从一个 我们说功能性的上面来分析 说你谦和好还是臭屁好 那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臭屁的话 那你是走投无路的 因为你会被大家讨厌 那所以你想说 为了要你做的事情 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那你应该要 这个克制自己 要改正自己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想 从这两方面来讲 我们如果有这样缺点的年轻朋友 都应该要好好把这个缺点改过 对因为有自信是好事 但是自信过头了 可能就不太好了 克敏哥你这边也还没有古代 有没有一些古人 你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因为太臭屁 而导致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下场 好我想这个其实我们如果 读过三国演义都知道 里面有个杨修 对不对 那杨修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对不对 他在很多次的时候 都卖弄他的这个机制 对不对 比如说他有喝饼 那他就认为说一人一口 所以他就让他给分了 那所以他好几次都这样卖弄 他的聪明 到最后就是招来了杀生之祸 对 那曹操好就把他借了个机会 把他杀掉了 对不对 那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很谦和的 比如说我们孔老夫子讲说 有个人叫孟子凡 是一个鲁国的将军 那出去打仗 打仗在退兵的时候 他殿后 对 他在被淹护大家 那等到要进这个退回这个城里面的时候 那他这个人非常谦虚 他说其实是因为我的马跑得太慢了 所以他还不讲说 说我自己就是留下来殿后 他不让他大家知道说 他是故意要留下来殿后的 他还用了这种很温柔的说法 我的马跑太慢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讲说 今天你如果说真的是聪明能干 但是你虽然聪明能干 但是你就是说用一个别的的说词来说的话 其实别人知道你是聪明能干的 但是别人在看到你 说你既然这样 你明明是勇敢 你愿意殿后承担这个危险 但是你看你还这么谦虚 你说是因为你的马跑得慢 对不对 那人家不是就是说对你是双倍的崇拜 崇拜会喜欢了 爱慕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历史上有这种 因为卖弄自己的聪明 而招来杀身之祸的 对 那也有这种就是说 也就是说自己表现得很谦和 对 不去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 对 是那么了不起的 这样后续的发展 我觉得他后来进程 应该会得到很多人的爱戴 对啊 我想应该吧 或者是帮他换一匹马 因为他真的相信他马真的跑得很慢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 对啊 我们其他都可以有很多说辞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加班 你加到每天加班不完 但是你不会讲说 我真的那么努力加班 你会讲说 哎呀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说实在太笨了 做不完 做不完 没有办法 不像你们都很聪明 做得完 那这个东西一讲 就你也没有去凸显别人的不加班 对 对不对 因为别人不加班 那是别人是正常嘛 那我是因为笨 动作慢 所以我加班 对不对 所以你在任何事情上你都不要去强调自己的优点 不要去凸显别人的缺点 对 那你想像这样的人谁不欢迎 对啊 其实刚刚李董这个我这个可以有一招可以提供给那个听众朋友 就是如果你在架上你要补货的时候 帮别人多补一点 你可以跟他说 我不好意思不小心补太多了 好人家就会觉得好感动 这种感觉 对 对啊 以这种谦卑的态度 那是大家都会喜欢的 大家都会喜欢 是的 好那 那克敏格这个谦卑这件事情要怎么培养的 因为每个人家庭教育 生长环境可能都不太一样 突然之间你要他变成一个谦卑的人 好像有点难 对不对 这个在我们中国经典里面 不管你想做什么事 你要做一个有人爱心的人 对 你要做一个有善良心的人 或者说你要做个谦卑的人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念头 对 当你今天说 当你今天说 说我要做一个谦卑的人 那其实你在这一刻你就是个谦卑的人 哦 要先有这个念头 对 那剩下的问题只是来讲说 那你怎么把你这个一秒钟五秒钟的谦卑 一直持续到你一天可以有24小时谦卑 对不对 那慢慢慢慢 当你常常心中都有谦卑的念头 你做出来的事都是很谦卑的事情的时候 那其实我相信你一天24小时你都很谦卑 但是所以不必担心 你只要从第一个从起心动念 从抓住当下 现在我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做起就好 是的 所以要先有这个念头 那后续才有办法陆陆续续的进行一些 怎么讲 算有点人格改造的感觉 人格改造 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样二十几三几岁 他已经臭屁了二三十年了 那突然之间也要他谦卑 他真的会觉得怎么办 那好像有点假掰 有点假假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当你有了这个念头 你要相信说有这个念头之后 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后续的一些效应 大家可以发自内心的去服从你啊等等的话 你要认定这个结果是好的 所以才要开始去进行开始谦卑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绝对值得的 是的 那在克明哥过去的这个经验当中 你会比较倾向提拔哪一种人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答案我觉得显而易见 就是说一个是比较聪明 可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贫嘴 他就很喜欢跟人家炫耀 那另外一个他就是能力还好 普普通通 可是他就是不太常说话这样子 克明哥你会 大概选择哪一类 我想想说如果今天你做别人的老板 或者说你做一个带人的人 其实你当然希望说帮你做事的人 是聪明能干 但是你也很讨厌 就是说他经常show off 对不对 所以曾经有西方书里面讲说 任何一个帮别人做事的人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你的光芒 去遮盖你的老板 那我相信就是说 通常这些很臭屁的人 他也许并没有纯心 要去遮盖他老板的光芒 但是其实他在很多事情上 他其实都会做点事情 让他老板皱个眉头 你前面明明表现得很好 但是后面突然老板就皱个眉头 对对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年轻朋友 如果你想要在人生 要有一个成功的事业 那要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想怎么样去做一个 我做事能干 但是我做人谦和的这样的一个 我想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 因为真的有太多人 就是他可能也许也不是臭屁 他就是 柯明哥你也知道 就是有出一支嘴的这种感觉 出一张嘴 但他就很喜欢show off 好像整个茶水间都是他的舞台 好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当然最后 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们人生是个成长的过程 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 如果在高中生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都是大家耍嘴皮子 高中 对我去讲 对没有错 可是当然有很多人 他即使已经过了青春期 到了三四十岁五十岁 他仍然留下他那个高中时候 那种奇怪的个性 对 这个其实跟我们经典所讲的 你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破 五十而是天命 然后这样子一路的成长是不一样 我们人在每一个年龄 其实都应该表现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 我们都有学习改进 对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是个高中生 我不是天高地厚 我好像很臭屁 我很喜欢修 随着我年龄慢慢 二十岁三十岁往上长的时候 其实我那些个性应该要改 我应该要继续做一个 非常能干的一个人 但是我在个性上 我必须要变得更谦卑 更圆融 这才叫做人生 如果我们把年轻的时候 一个很臭屁的个性 就一直保留到三四五十岁的话 那我们好像一点成长都没有 一点长意都没有 克敏哥 但是有些员工 他们就是 他其实本意也不坏 然后他想要跟老板建议一些事情 可是他在建议的过程当中 好像不知不觉 又被老板觉得 好像是在卖弄聪明 会觉得你是怎么样 是比我聪明吗 那种感觉 这样的情形有吗 对 我想在这种问题上 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 我们就讲说 Michael犯了什么错 我们第一就是说 Michael他其实根本没有去问别人说 要不要他的资讯或信息 他就完全一骨骨骨 把自己所知道的丢出来了 对 所以西方人先讲说 说什么叫做communication 说communication就是在别人需要这个资讯的时候 你去给他 这才叫communication 那如果说别人根本没有要这个资讯 那你就一骨骨骨就硬塞给别人的话 那这个其实不叫communication 那这个我们可以叫做 也许叫做卖弄 也许叫做什么 所以我想今天不管你是要跟别人 跟你的同事 甚至跟你的老板 要建议什么事情 想要表现的话 其实你前面应该先做一个前置的工作 你问人家说 不好意思 在这上面 我过去有些经验 那是不是 你愿意就是说 花两分钟听一下 是的 我想就是说 你每次在前面去做这样一个铺层的工作 那如果别人说 好 欢迎你讲 或者你老板说 那你讲 那其实你讲出来 别人就不会认为说 你是在show up臭屁 真的 刚刚克明哥这个opening 一听下去 就觉得整个人就舒服了 对 因为你至少征求我的意见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强惯的把资讯 惯到我的耳朵里面来 对对对对 大家就是少了这个第一步 直接你就 因为communication 就像刚刚克明哥讲的一样 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是双向的 对 那有时候如果你单向的 一直一直去讲 一直去讲 人家是不是不舒服的 对 好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也请克明哥 帮我们做一下总结 就是说 在收音机前面的这些听众朋友 那如果 不管你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也好 或者是你真的很聪明也好呢 我想还是有一些智慧 要向古人来学习的 对 我想说 就是说 我们应该知道说 如果我们有优点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自以为自己有优点的 这种心的话 那这是最受别人欢迎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即使没有优点的人 像我们这个 吕色老板的妻妾 虽然长得不是很美丽 但是因为自己知道 自己长得不美丽 所以呢 做人很谦和 那这个吕色老板 就觉得他很美丽 很喜欢他了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自己 你要想着说 如果你没有优点 但是你很谦虚 别人都会觉得你不错 那更何况 如果你今天你有优点 但是自己又 屏系了 自以为有优点的这种 羞耗的心情的话 那当然 你到任何地方 都是会受到大家欢迎的 那当然我们也特别要告诫 那些自己没有优点 而还自以为有优点的人 那你当任何都行不通 那你只有死无一条 好的 好的 是的 今天在节目上面 非常谢谢克明哥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 很经典的例子 尤其又引进据点了 告诉我们非常多 古人的这些 这些聚会 那像我们今天 一整个广播剧 听下来 还有我们克明哥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一定要切记 不要以为自己聪明能干 就能够走遍天下 今天再次谢谢克明哥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穿越古今上班咯 我们下次见 穿越古今上班咯 是由文化部影视局 补助播出 透过古人直闯智慧 让你上班有意思 推动 投资 订阅 请起床